大家好呀,我是小敏 今天给大家讲一个家庭暴力祸害全家的悲剧故事 某天晚上,香港天水围小区发生了一件惨不忍睹的血案 四条鲜活的生命永远的停留在了这个夜晚 要弄清这起命案的来龙去脉还要从头讲起 死去的女人是我们的女主小玲 她的丈夫李森整天游手好闲 一心惦记着政府的救济金 她家有两个正在上小学的女儿 一家人的生活相当拮据 小玲为了能让孩子的生活好一些 于是就到餐馆当服务员补贴家用 而丈夫因为担心妻子工作被政府发现取消家里的救济金 所以就极力阻止小玲出去工作 为此李森一言不合就会翻脸发脾气 到了晚上,有暴力倾向的丈夫 会绑住小玲的双手把她推倒在床上 拿刀恐吓小玲,逼她说出不情愿的话语 两个孩子只能在门口眼睁睁地看着母亲被父亲欺凌 事后小玲独自坐在天水围小区的马路旁 对小玲来说,这里的生活就像是地狱一般 她无可奈何,而李森反而变本加厉 这天小玲连大孩子都被丈夫撵出了门外 只是因为小玲不小心打翻了米 丈夫对待他们的态度却像杀父仇人一样 这时路过的邻居看到了无助的小玲 在邻居的带领下,小玲找到了区议员寻求帮助 而后小玲就搬进了妇女儿童救助站 这里的女人们多或多或少地遭到了家庭暴力 大家同时天涯沦落人,有着共同话题 小玲来到救助站后认识了同乡的莉莉 莉莉为人正直,爱打抱不平 晚上大家都在一块聊天 整个房间充满了温馨和谐的感觉 而另一边失去了老婆孩子的李森气急败坏 她疯狂地给小玲打电话 而小玲已经铁了心不回家 而后李森又找到区议员上演苦肉计求情 最后政府给他们安排了见面 希望能通过调解的方式解决问题 但二人见面没说两句话就又吵了起来 丈夫的态度依旧很强硬 如果不是调解员在旁边劝架 估计丈夫又得对小玲大打出手 不过在冷静下来后 丈夫的态度就发生了180度大转变 她归到地上痛哭流涕 并且向小玲承诺不再家暴 最后调解员建议夫妻二人 暂时分开一段时间冷静一下 于是小玲带着两个孩子 赞助到了在深圳打工的妹妹家里 灯红酒绿的夜店里 小玲姐妹二人把酒言欢不亦乐乎 小玲终于体会到了难得的清静和自由 而另一边 李森的生活却过得苦不堪言 简单的来说就是楼下广场待半天 灯泡坏了不想换 每天晚饭吃泡面 但李森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家暴的错误 恰恰相反 她内心充满了愤怒 这天小玲的妹妹看到姐夫李森居然出现在了楼下 谁都没有想到 李森竟然会从香港追到深圳 并且还拿出了一把水果刀自残 以此来要挟小玲跟自己回去 面对偏执疯狂的李森 小玲一时间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她向父母打去了电话征求意见 但没想到父母听到小玲被家暴后 竟然漠不关心 在她父母的眼中 金钱和利益远比幸福重要 他们劝小玲想开一些跟李森回香港 最后小玲还是妥协了 毕竟她还有两个年幼的女儿 她想给女儿们一个完整的家 于是小玲就带着两个女儿坐上了回家的客车 可是小玲的妥协并没有换来丈夫的幡然悔悟 刚到家 小玲就再次遭遇了家暴 李森像是一头发了风的猛兽 她把家里的东西打翻一地 两个人在拉扯的过程中 小玲一脚踩在了玻璃碎片上 顿时血流不止 结果可想而知 小玲只好再次住进了救助站 这回小玲下定决心要跟李森离婚 在复活节的那天晚上 小玲和救助站的朋友们 聚在一块表演节目 一屋子的人热热闹闹 轮到小玲表演的时候 她唱了一首采蘑菇的小姑娘 在美妙的歌声中 她的思绪逐渐被拉回到了童年 那时她还是四川山村 一户穷苦人家的孩子 上学需要背着竹框 踢着行李带走树里崎岖的山路 13岁那年 她辍学后独自一个人出门打工 艰苦工作了两年 带了一台大彩店回家 那时她家是村里第一户有彩店的人家 家里人都觉得特别有面子 而后来小玲在深圳打工时 意外结识了搞装修的李森 很快两人便坠入了爱河 而且小玲还怀上了她的孩子 其实李森在香港有妻有子 但为了和小玲在一起 李森选择了和原配离婚 然后跟着小玲一起回了四川老家 小玲的父母看李森是香港人 又会搞装修 就把李森当成一个大人物对待 就让李森虚荣心爆棚 她一开心就帮岳父家装修了房子 在小玲生下孩子后 他们的生活就变得艰难了 而小玲父母对他们的态度 也悄悄发生了转变 李森不再被捧得高高在上 前后巨大的落差 导致李森产生了暴力倾向 再说回现在 复活结果后 李森又打来电话 这回她拿两个女儿的性命 来威胁小玲 小玲跑去警局 想要让警察陪她一块回家 但警方以家庭纠纷 不归警局为由 拒绝了小玲的求助 小玲只好独自回到家中 谁也不会想到 她的生命会就此终结 那晚李森用铁链锁上了家里的门 然后杀了小玲和两个女儿 为了逃脱罪子 她报警谎称是小玲发疯 杀了两个女儿 然后她想伪装成受害者 就捅了自己一刀 但是没想到这一刀捅得太严重 警察还没赶到 她就失血过多去世了 于是四条鲜活的生命 就永远停留在了这个夜晚 我们对家暴有太多的漠视和不理解 家暴绝对不是难断的家务事 而是严重的违法行为 希望越来越多人能理解和重视家暴问题 希望这个世界越来越好 希望每个人都能被这个世界温柔相待 我是爱讲故事的小米 咱们下期再见